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欢迎您收看由老碰祥 冠冥播出的今日股市 我是李婷 在上海问候各位 终于今天是在亚太市场 全面普涨的格局之下 咱们这个A股 也是终于出现了一次 跟涨的现象 我们看了一下 今天其实日经二五指数盘中 最高涨幅有超过6%了 但是我们这A股 虽然也没向人家涨6% 可是至少我们没跌 这已经不错了 我们今天还能够 能够上涨1.25% 而且全球股市 都是在隔夜以及今天 都是一个全面普涨的态势 其实在现在这个市场当中 操作对于很多投资者而言 都是一个越难越难的事情 因为我们要更多的了解 政策的动向 我们要了解这个市场当中 有哪些的消息 利好还是利空 我们应该如何去解读 当然我们更关心 就是管理层 到底会说一些什么 管理层会释放一些 什么样的信号 管理层的言论到底是什么 如果没有一些 更多的利好消息 传递出来 那么哪怕没有利好 也别给我们 让我们看上去 他所说的这些观点 让我们解读为利空 其实这也就是 不错的一件事了 我相信大家都知道 在昨天的 这个冬季大乌斯论坛上 咱们的证监会副主席 方星海呢 是接受了外媒记者的采访 外媒记者呢 其实也问到了 方星海说 对于近期 咱们这个A股的大幅下挫 这个波动的如此剧烈 您的观点是什么 您怎么看呢 方星海呢 当时是用英文 来阐述这个观点的 我们看到呢 最终有翻译过来的 这个观点是怎么说的 说我们呢 未来将会来减少 对于这个市场的一些干预 让这个市场 更加自由的波动 甚至说让全球 都应该习惯 我们A股的高波动率 因为高波动率呢 是我们的中国 未来新常态的一部分 天哪 大家听完这样的一番表态 真的是要倒吸一口冷气 怎么习惯 怎么让全球 共同来习惯 我们A股的高波动率 而且高波动率 是未来新常态的一部分 这表明这个市场 将会更加的自由 不知道昨天 是不是因为这样的 一番表态 使得我们最终 A股还是以下跌报熟的 当然后来呢 也有记者这个 说到了哈 其实这可能是因为 翻译的问题 出了一点点的乌龙 但是如果真的是 这样的一种表态的话 咱们这个市场 是不是管理层 在表达自己的言论的时候 要稍加注意一些 还有我们这个管理层 那接受的是 外面记者的采访 如果咱们也可以接受 中国记者的采访 咱们用中文来表达 是不是就不会 闹出这样的乌龙事了 那么在昨天晚上 大家也会看到 国家副主席李渊潮 李渊潮 其实也是接受了 记者的采访 这个记者呢 也问到了 关于近期A股市场的 这样的动荡 您的观点是什么 我来给大家说一说 国家副主席李渊潮 是这样说的 他说中国股市尚未成熟 政府将会加强监管 来避免过度波动 大家听到这样一句话 总算是松了一口气 过度波动的市场 是投机市场 在投机市场当中 只有少数人 可以获得利益 但是多数人 都要遭受到损失 所以中国政府 将会继续保护 投资者的利益 加强监管 来避免波动 你看这样的一番表态 应该才是我们大国领导者 该传递出来的信息与信号 好 说完了这个事 其实也就是想给大家说说 在现在这个市场当中 因为大家已经非常脆弱了 不管是心态也好 市场也好 我们真的是经受不住 那些风吹草动的事 哪怕是一些乌龙事件 但对于这个市场的影响 都是非常深远的 甚至是立竿见影的 好 那么今天市场 刚才也提到了 终于是出现了 这样一个全面上涨的状态 这个上涨的状态 能不能延续 在下周的市场当中 会不会出现 这种持续性的反弹 也成为了我们今天的辩论话题 我们先来认识一下 今天请到的四位嘉宾 看看他们都有一些 什么样的观点 今天请到的几位嘉宾 分别是张琳老师 还有蓝天老师 欢迎二位 另外还有周征 以及王正浩 欢迎二位 好 我们先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整体的表现情况 全球市场都是出现了 普涨的现象 我们的上涨指数 今天涨了1.25% 中小板1% 创业板1.76% 再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活跃度 涨停和跌停加速的 对比情况 今天的市场涨停的加速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少 59加 但是肯定比昨天要好一点 而且最好的就是跌停的加速 明显减少了 今天只有13只个股 是跌停版的 我们再来看一下 今天的成交额 今天虽然说是没有创新低 但是大家对于这个成交量 也是有往多方的去理解 也有往空方的去理解 互生两次加一起 只有4464亿的成交额 已经是近期的一个最低成交额了 因为大家可以看到 在前几天 就是本周也出现过一次 相对来说成交量 比较低迷的那一天 4725亿 今天是4464亿 这是成交额的变化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和大家互动的话题 昨天我们还在说 这2850之前被破了之后 是2844点 那么这2844到底会不会成为 一个有效的支撑 我们是不是要再一次地去确认一下 确认它的支撑力度 到底有多大 今天盘中的最低点位是2851点 我们说这是二次探底了 大盘二次探底 下周的反弹能不能延续 这是我们今天的辩论话题 我们给出了大家两个选项 这两个选项 一个说是能 因为咱们大盘是一个 缩量的十字星 看着有点像这个探底成功的意思 再加上外围市场的回暖 所以下周的市场反弹 可以延续了 甚至说可以展开了 B就是不能 因为咱们这个市场的情绪 真的是太脆弱了 有点风吹草动 真的是经受不住 所以这个反弹可能 还不一定能够延续下去 也不一定会能够顺利地展开 我们稍后来看看 电视机前观众朋友们 更多会选择哪一个选项 我们来听听几位嘉宾的观点 先来听听张老师 张老师清晃于是 AB之间选择哪个 如果我选的话 应该还是选A 我觉得反弹应该还能延续 因为至少从目前 今天这个盘面来说 上次那个2844点 是因为当时一个低开 那么它的这个有效性 应该来说 是市场有疑惑的地方 因为只是一个开盘的点位 那么今天盘中 是属于一种自然的回落 形成的一个低点 那么也接近前期这个低点 那么意味着二次探底 从光K线形态上 我们认可 就是说这种组合 有这种见底的这种信号 当然唯一欠缺的是什么呢 就是说一个今天收盘 并没有重新站上五天均线 那么第二个呢 是今天缩量的 并没有放量 那么这个是 短期个人认为 一个隐忧所在 那么这个就是下周 能不能出现一个 补量的过程 那么如果说下周 主板能够出现 这样的一个补量 那么个人倾向于 这个反弹还会继续向上 否则的话呢 也不是说就是马上看跌 那么否则如果说 还是维持这种 比较低的成交量的话呢 个人倾向于 有可能就是在 3000点到这样2850上下 那么做这种 来回的这种拉锯 或者纠缠 那么当然2844 也有可能再次面临 这种考验 这种考验 因为我个人觉得 是源于一批 全中类的个股 那么暂时还没有出现 一种明显的 这就是说止跌 尤其是体现在一些 银行板块 或者说保险板块 这些大市值的个股上 因为这批个股近期 我们可以看到 直到今天 有些盘中还在创新低 那么并没有 起稳的一种迹象出现 那么如果说 他们下周 还有一个惯性向下的话 有可能指数 还会对2844 做一次考验 但是从个人的理解 无论2844破于不破 那么我倾向于 这次在低点 也不会离2844太远 那么至于现在 主流普遍的一种观点 认为要去 2500也好 2600也好 我个人短期倒是认为 这个大家认为的 主流观点 反而有可能是不会到 那么所以说 从这个角度 主板的角度 我是看继续有这种反弹的延续 当然前提是下周 要有量补出来 但是如果我们看创业版的话 其实它还是在 这个反弹的一个结构中 因为创业版 其实上一周 在上一周 已经探明底部之后 已经率先的一个反弹 那么只是 在本周触摸了一个 十字圈之后 形成一次拉回的动作 那么这个拉回 我个人觉得 也是一个短期技术上的 一个共振效应产生的 那么应该来说 创业版还会有 继续向上的一个动力 那么其实下周 其实如果继续向上的话 创业版也需要有量 因为今天创业版指缩量 也是比较厉害 那么如果说 下周创业版出现一种 缩量上涨的反弹的话 那么投资者要引起警惕 就是说这个反弹 有可能就会略 略冲高之后 形成一种 就是说终结的可能性 还是有 当然可以关注一个 下周创业版指的 一个重要的一个阻力位 个人认为是在一个 五周均线的位置 那么五周均线下周 会下移的比较快 大概要垂直会下探 一百多个点的下移 那么作为投资者来说 可以参照 创业版指的五周均线 那么作为个股上 我觉得创业版上的 不少个股 也可以参考日线级别上的 一个二十字均线 那么下周如果说 一些个股反弹到 接近二十字均线的附近 其实投资者我认为 派发 那么这是我对 下周的一个理解 好 我们先来说一下 您整体的这个判断 您整体倾向于 这个反弹应该会延续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要放量 而且您说了两种可能性 其实这两种可能性 听下来其实都不是特别差 甚至说如果放量就更好 放量就能够反弹走得更远 那没放量的意思 您是说是筑底的一个阶段 对 他就是把这个底部 盘得更实 对吧 就是在这个位置上 以时间换空间 2800 3000点 在这震荡驻底的一个过程 所以您刚刚说 很多人也在说 这个2800 50如果一旦破了 可能接下来要看 2500 2600了 你刚刚说不太可能 是因为大家如果都这么看 就不太可能会出现 这样的一个现象 您有其他的一些依据吗 因为现在大家都觉得说 这个位置上 如果说震荡摸底的话 可能时间会很长 那你说需要放量呢 现在又没看到成交量 就表明多方呢 公共的应援又不强 所以您觉得为什么 您不会向下看这样的空间 其实这个也是跟成交量 其实比较有关 因为近期我们看到 是屡屡的创出地量 那么从成交量的角度 其实已经市场给出信号 就是说短期在这个地方 继续在做空的动能 也已经不足 虽然整个趋势 现在我们看到 并没有出现明显的转变 还是在一个大的下降趋势中 但是在这么小的一个成交量里边 如果说在目前点位 如果要到2600 还要垂直下跌300多个点 那这个300多个点 如果仅靠每天 1000多亿的成交量 个人倾向于 这个几乎是不太可能完成 所以说哪怕它真要往下 那也至少先要往上 先弹下来 只要继续重新继续 做空的动能 它才有继续往下的这种力量 所以说短期到 我倒反而不认为 这个地方会有这种2850一破 就会一下子看不到 直接会去25006 这种可能性 我觉得至少从目前的盘面 其实做不到 好 所以说这成交量 这地量之后又有地量 虽然说多方的进攻意愿不强 但是其实也确实表明 这个杀一的动能 已经在逐步地衰竭 但是道明道尾声 是不是已经接近了一个最地量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嘉宾 看看蓝天老师 您的选择是什么 我也选择 反弹还能继续 下面就阐述三个理由 第一个理由 就从我们家人理论的预测 有一张图 这是一张图 一两个星期以前我们做节目 曾经就打出来给大家看过 也就是说 按照家人理论的预测 涨到3684点 它的一个上涨动能 可以转化成一个反向推动力 而这个反向推动力是700点 那么按照700点的度量跌幅 应该就是3000点上下 因为3684嘛 基本上破3000点 基本上就是一个底部区域 应该就是到了 那么中国股市它有一个特点 就是涨的时候会超涨 比如说当时2850 我们判断反弹的空间是3624 它是反弹到3684 那么这一次波我们反弹 看回调是看到破3000 它到了2850点 那么应该讲的 这个区间基本上就到了 这是一个 就是家人理论的反向推动力 700点度量跌幅 基本上它到了 这是第一点 那第二点呢 从形态追踪来讲 我们曾经讲过 就是从5178下来以后 它就在做头肩底 左肩就是3353点 然后井间就是4000点到4100点 本来呢 就是12月份应该是拉井线 朝4000点走 后来拉井线失败就下来 现在是在做上阵指数的 头肩底的双底形态 也就是说2850上下 3000点也可以 2850也可以升去 2800点也可以 做一个双底形态 这是一个形态最终 另外呢 就是一个指标的一个CT扫描 就是指标上面 为什么我判断这个底部到了呢 因为40天的威廉指标 威廉指标 它从8月25号 从一个这个这个最低点起来 涨到11月14号 涨到一个最高点 然后11月4号就从一个最高点 一直下 下到本月的13号 又到了一个最低点 那么威廉指标 它是很奇妙的一个指标 它到了底一定会到顶点 到了顶点一定会到低点 所以它只会迟到 不会缺席 那既然13号40天的威廉 和8月25号一样到了最低点 那么判断 未来它也会反弹 那么另外呢 第三个理由就是什么呢 就其实刚刚张磊老师讲的 关于这个2500点的问题 那么其实现在外面看空呢 有两个比较大的一个代表性的观点 第一个观点呢 就是大C浪观点 什么叫大C浪 就是6124是一个顶点 然后1664是个A浪 然后A浪做了一个B浪的两波反弹 B浪的1反弹到3478 然后现在就是B浪3 5178就是B浪3 接下来应该从5178做大C浪的回调 那么大C浪就是比较 杀杀力是相当大了 但是我不同意这个观点 我倾向于小C浪 什么叫小C浪呢 就5178是1849起来的 这波牛市的第三浪的一个顶点 那么这个顶点呢 它的A浪是2850点 然后反弹到3684是个B浪 现在是个C浪 我倾向于这个C浪应该基本上也到了 所以中上三条理由 我们再慢点说 从2850起来您认为是什么 2850起来 1849起来 就是一个牛市的一个 就是一个启动浪 然后1849牛市的主升浪 它到了5178就是 达到了第三浪的一个顶点 然后从顶点 这个顶点下来跌到2850是个A浪 2850反弹到3684是一个B浪 现在跌下来是小C浪 那么从小C浪的角度呢 它的度量升幅2850也差不多了 好 那这个我们就简单的理解 就是说现在这个调整 针对的是5178 还是说针对的是6124 其实就这个问题 对对对 所以您的倾向就是说 我们现在调整 针对的是5178的主播调整 而不是说像有的人看的比较空实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调整 是针对的是6124的调整 所以您觉得到不了那个位置上 是这样一种判断 好 我不知道张老师 您也研究这个波浪理论吗 您觉得这个刚刚 蓝天老师说的这个是针对谁 我稍微有点不认同 因为上周 在上周我来做节目的时候 也提到 那么还有一种 就像蓝天老师说的 就目前市场普遍的一种认为的 就是说3684下来是个C的过程 那么我是倾向于2850开始的 这个B的反弹 目前还没结束 但我们已经创新低了 没有说这个B浪的 B2的回落就不能创新低 我认为 那么我倾向于就是说 2850到3684 只是B浪里边的第一个B1 现在这等于走了个B2的回落 那么我倾向于 未来还会有一个 继续创3684的B3的一个上演 那这还有一个C 是这个观点 我是这样理解的 所以我也一直直到今天 我还是认为是这样一个观点 并没有因为市场创了2844 我就会暂时改变 因为我认为整个结构 并没有走完 好 所以说现在是这个B浪当中的 B2的调整 当然一点我是认同的 就是说目前这个位置 并不是针对6124的这个调整 只是是5178下来的一个结构 这个是我认同 好 其实关于波浪的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种 数浪的一些依据也好 条件也好 因素也好 而且也有人说 这波浪真的是你怎么数 你回过头来看 好像都要 是不是重新要调整 或者说我们重新再去定位等等 但至少现在2位的观点倾向于 针对5178的这波调整 而且短期大家都觉得说 3000点这个位置上 下方空间是非常有限的 而且几位都提到了 是如果破了3000 哪怕破2850 都是一个挖坑的动作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的几位 周征的选择是什么 好 我的话应该是 跟倾向于选A的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刚才两位老师 是从技术的角度 来分析整个市场的 这种未来的这种判断 那我就从一个是 从基本面的角度 另外一个从整个盘面的 一些现象来去阐述一下 我为什么选A 那其实我们看到 首先的话 我们看到 其实影响这一轮市场下跌的 这么一个主要的几个因素 都在2016年的前两周 都已经出现了一个 逐步的一个缓解 比如说像大股东的 这么一个解禁的 这么一个相关的规定的出台 比如说像人民币汇率的 这么一种 之前的贬值到现在的稳定 再比如说像市场 关于之前对于整个注册制的 相关的一些这种 扩大直接融资的一种 供求失衡的担忧 其实都在管理层 包括一些消息面 包括一些市场走势的 这种逐步的消化过程当中 都已经是逐步的消化了 那另外一点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 在盘面的这么一个现象上 来看的话 首先整个市场 我们知道在上 就是在之前有一个 这么一个地量 1736亿的这么一个水平上 第二天是出现了一个 3%左右的这么一个反弹 包括主板和创业版 那今天我们看到 整个市场又再次出现了一个 1700亿的这么一个地量的水平 那我们觉得这个地量水平 也很有可能在结合前面 基本面的这么一些因素 也很有可能 助使整个市场 还会迎来 接下去的这么一个反弹 那这个反弹 能不能够使得这个 对于上证指数也好 还是对于创业版指数也好 有一个二次探底的 这么一个确认的过程 那我们觉得 还是要看下一周 整个市场反弹的 一个力度 包括这个成交量的 这么一个配合 但是从下跌的这么一个 就是动能上来看的话 首先我们看到 尽管之前市场是出现了几天的 这么一个反弹 特别是在本周一二的 这么一个大幅的反弹 但是这次的反弹 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 是和之前有所不同的 就是我们看到 整个融资融券 两融的这么一个融资的余额 是随着市场的反弹 反而是出现了一个 持续的一个下降的 这么一个态势 因此的话 从这个角度上来说 未来单看两融的这一块 对于市场整个 继续往下做空的动能 依然是出现一个 逐步衰减的这么一个过程 因此的话 我们觉得在目前 这个成交量水平下 没有一个比较大的 做空动能的 这么一个前提之下 市场再想往下 有一个比较快速的 一个下跌 或者说是一个 深幅度的下跌 我们觉得它的动能 就是做空的动能 是不够的 因此的话 如果即便要往下 还有一个下探的动作 也是需要 有一个反弹以后 继续积累一定的动能 才能够使得市场 有一个继续向下 探底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其实在三年点下面 我们觉得整个市场 从昨天和今天的 这个走势来看的话 更多的就是有一种 筑底的这么一种 初步的一个迹象 也就是说 当市场在筑底的过程当中 首先它的这种波动 是会比较的大 另外整个市场的这种 无论是昨天的 A字形的走势 还是今天的 V字形的走势 也好 整个市场的这种 波动的加大 其实也是更多的是一种 对于整个筹码的 这么一种清洗 或者说是一些 这个在适当性建仓的 这么一些主力资金的 这么一些操盘的一些动作 所以说从这些角度 我们觉得整个市场 在下周 特别是下周初的 这么一个阶段 倾向于更多的 先后一会往上 有一个反弹 那至于反弹的一个高度 我们觉得 对于主板上来说的话 由于现在成交量的 这么一个水平 我们觉得主板 首先还是要看 3000点的这个位置 能不能够站稳 如果3000点的位置 能够有效地站稳的话 那主板我们觉得 可以继续向上反弹到 3200的这么一个水平 那对于创业板的话 其实我们觉得 从无论从这一波 反弹的时间点 还是从力度来讲的话 到目前为止 创业板的反弹 依然是强于主板 只是创业板的整体的 由于受它板块 自身特性的影响 它的波动性会比较的大 因此如果向上出现反弹的话 我们也更倾向于 创业板的这么一个 反弹的这个力度 也是会常用主板 那下周我们觉得 有两个观察点 是要进行注意的 第一个就是 我们可以看一下 对于主板还是创业板 它会不会破前期的 这么一个新低 也就是说 这一次的二次探底 能不能得到一个 有效的确认 那我们目前倾向于 是已经得到了确认 那第二个现象就是 我们看到 今天从技术角度上来说 户指和创业板指数 都收在了五天均线下方 那下周的反弹 能不能够 重新站回到五天均线 并且能够站稳站好 这个也是一个 观察的一个点 好 就是听完了 三位的观点之后 都告诉大家说 这个杀接的动能 已经不足了 所以说如果说 再往下杀呢 那你得先反弹 是吧 而且我们从368次跌下来 也跌了20%几了 你不可能一口气再去跌 百分之十几 甚至百分之二十几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刚刚说的 这个做空的动能 基本衰竭 但问题就是 做多的能量来自于那 做多的动能有多少 今天虽然是 收了一个十字星 这个最低点2851 但是感觉就是 探底了之后 进场的资金的意愿 也不是特别强烈 所以是不是还在这 慢慢地反复磨 咱们用时间换空间 在这反复筑底 这样的概率是更大的吗 我们再来听一听 王正浩的观点 王正浩前面三位都选了 相对乐观的选项 你的选择是什么 我也选个相对乐观的选项 你的相对乐观是选择A吗 我也选择A 我也选择A 我也选择相对乐观的选项 当然可能没有那么乐观 那么更加倾向于震荡 因为就从目前来看的话 确实市场有一定的这种 期稳的这种迹象存在 那么现在市场如果去谈 它的一个特征的话 我觉得就两个特征 一个叫超跌 另外也就叫缩量 那么缩量是由于超跌引起的 那么2016年一来以后 应该说市场的下跌幅度 是非常罕见的 除了15年后面的下跌幅度 可以比的话 之前这种幅度是比较罕见的 那么像这种快速的回落以后 其实现在市场已经出现了 一种跌不动的这种迹象 也就是一个缩量 那么我的看法是 在回落的一个途中 缩量代表的是空头的力量 那么缩量为什么会有人认为 缩量它是长不起来 因为市场参与人少 那么为什么也有人认为缩量 反而是个好现象会有反弹 这也是因为市场的一个 下跌的抛压不足 因为成交量有两方面所引起 一方面是卖出 一方面是买入 那么在下跌的途中 主动成交的是抛单 那么抛单的一个减少的话 那么说明市场正在运营一个反弹 而就从小结构上来看的话 应该说最近这段时间 走得还算是比较的一个强 因为大图就不拿了 大图都技术上都不是很好看 那么我们看看小图 上阵的30分钟K线 那么30分钟K线 在最近的这段下跌当中 应该说从我的一个分析方法来看 黄金分割来看的话 应该说还是比较不错的 那么曾经是反弹到的一个 弱势的一个黄金分割位 0.382附近 然后在昨天再次出现了一个 较为恐慌的一个尾盘 但是今天探底会有所回升 并且这一段是一个小量的运行 那么在今天的一个反弹当中 大家注意到 今天的一个反弹当中也是没有量 那么我觉得 这另外从另一层意思上说明 反弹起来是比较的盘子轻的 而且反弹起来应该说 抛压也不是非常地大 所以说在下周 从这样的小级别上来看的话 应该说这个反弹还是能延续 今天下午的这样的反弹 还是能延续 就是从30分钟的级别来看 对 还应该有一个反弹 还应该会反弹 那么这个反弹的一个压力位 我可以看到3000点 可以看到3000点 第一个压力位是3000点 那么再过去的话是3200 3200是日线级别上的一个压力位 那么这两个压力位 其实跟目前的50均线 10均线 10均线这个压力是比较重合的 其实市场上看着几两个点的人 也是比较的多 2850没有一个有效的被跌破 其实不算有效跌破 那么现在应该说 还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 然后在寻找反弹的一种契机 只是没有那么乐观的原因 在于一点 也就是目前那个反弹 应该说是比较散乱的 而且从反弹的一些板块上来看的话 应该说市场的一种风险偏好度 是在降低的 是在降低的 反弹当中大家会喜欢寻找一些 比如说钢铁 煤炭 什么铁路 航空等等 这样的一些品种 这样的品种往往是引领反弹的一个 这个风向标源的一个品种 比如说像昨天下午拉起来的话 那么就是一带一路等等 这样的拉起来 那么这一点应该说是个风险评程度 比较低的一个反弹 那么真正的反弹应该说 就应该由创业板引起的 那么再来看一下创业板的一个指数 那么创业板应该说这波下跌 跌得很狠 所以说反弹起来也比较有力 那么特别是我们看一下 创业板直接打到了一个 2000点下方的一个开盘价 1989 那么由于这样的一个超低的一个开盘价 所以说引起了 它的一个反弹的一个波幅是比较大的 那么它的波幅是连过两根黄金分割 那么目前是在下方的0.382附近 是获得了一定的一个企稳 所以说就从创业板这样的一种波幅上来看的话 那么最低的一个要求 那么它应该会反弹到2200点 那么或者说到2300点这样的一个附近 也就是说它应该把这波快跌是完全填满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 虽然它有这样的一个契机 或者说它有这样的一个能力 但是从板块热点上来看的话 还是比较的乱 那么 因为市场现在没有什么明确的主线 对 比较乱 也就是说是一两天长得很好 然后第三 第四天 往往给你一个非常大的一个 低开和回落幅度 这个对于反弹来讲的话 不是很有利 也许对中线的一些 比如说机构资金介入 洗盘 这种以前炸的这种说法有利 也就是说大家才会看现在这波反弹 先定义它为超跌反弹 对 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新的领长的品种 也没有什么热点主线 然后一反弹是今天你反弹一下 明天我反弹一下 大家是轮着反弹一下 因为大家都是一起跌的 那么就轮动地来反弹一下 所以觉得这个反弹 大家都觉得说 其实还是走一步 看一步 但是沙电的动能 至少从今天来看 至少短期可能得到了一个充分的宣泄了 所以在这个位置上 在过度地去恐慌 就没有更多的必要 但是关于操作 应该怎么去把握呢 稍后回来我们来听一听几位 他们对于大家在下周的操作上 有什么样的建议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联系一下第一财经的记者高威 看看在今天的证监会通讯会当中 有哪些具体的消息 高威你好 跟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的主持人 那么首先给大家介绍的是关于 近日这个汇求科技这个大股东 遭遇强制平仓的这个消息 大家也是都是关注到了 那么针对近期部分的这个上市公司的这个资管计划 遭遇强制平仓 导致这个减持比例较大 那么这个现象可能与这个上市公司大股东增持后6个月不得减持 以及减持新规中这个大股东三个月内通过二届市场减持比例不得超过1%等规定 有一些可能可能有些相互矛盾的地方 那么证监会新闻发言人张小军今天是表示 那么这个上市公司大股东二届市场买入的股票不受相关减持规定的限制 但是不得违反证监法有关的现交易的规定 那么另外新年的这个第一批打新目前也是在进行中 那么针对IPO新规中所提到的这个所谓的保健机构先行赔付机制 张小军是表示 那么这个先行赔付本质上是一种便利投资者获得经济赔偿的替代性的这个制度安排 那么对于投资者因欺诈发行违法行为而遭受的这个损失 由承担保健责任的保健机构 基于其事先的自律承诺先行赔付投资者 那么并相应的取得向发行人追溯的权利 那么下一步将由政权与协会制定专门的具体的规则和制度 那么第三个大家可以关注了一下的 近期是有不少的这个场外机构和这个互联网平台 开展新三版挂牌公司的股票转让等活动 那么张小军对此是表示 全国股转系统是挂牌公司股票公开转让的唯一合法平台 那么其他任何机构都不得组织该类交易行为和股票的买卖 那么张小军还指出挂牌机构应该要履行规范信息披露的义务 公开披露信息应该第一时间披露在全国股转系统指定的平台上发布 不得通过任何场外信息平台公开发布定向信息 那么主办券商和中介机构也应该督导挂牌公司 规范旅行信息披露的义务 那么目前全国股转系统正在建设一个挂牌公司转让一项平台 为这个交易用户提供挂牌公司股票的一项转让信息等等 那么这个平台估计将会在16年2月份正式上线运行 好的主持人 好 谢谢高威给我们带来的最新消息 刚才也提到了新股的一些消息 我突然想到今天是刚好可以申购一只新股 然后我就发现我的朋友圈 大家都在问一件事 就是今天你申购新股了没有 甚至我也发现我有一些朋友 就是曾经从来没有申购过的 今天也加入到了申购新股的队伍当中 为什么呢 因为这是一个全新的规则 不需要预缴款了 所以大家都去申购新股 既然说到申购新股 再来给大家说一只 因为下周咱们还是可以去申购的 下周一可以申购一只个股 叫做苏州设计 这只个股的申购代码是300500 说到这个代码 大家一定要看清楚 300500 今天申购的是300499 说到这个300499 有人今天也开了个玩笑 说这个300449 哈邦高科今天还封在了涨停板上 有人说是不是有人要去申购新股 结果一下子输错了 但是大家可以看看 那个股价都快100块了 所以这个乌龙也算是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件事了 这只呢是苏州设计 这个发行的价格是20块9毛1 300500 在下周一呢 大家可以申购了 顶格申购的市值就是15万 中签号公布的日期呢 是在周三 1月27号 所以既然咱们也不用预缴款 而且呢也是拼运气的事 如果你想要参与的话 记得这个在收盘之前去申购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咱们来说一说第二个互动话题 今天接着和大家来说的就是下周操作 到底该怎么去把握 如果大家都觉得说 这也不用恐慌了 短期基本上应该会出现反弹 就看看反弹的力度而已 那我们怎么办呢 A 逢低进场 逐步减仓 B 逢反弹一定要降低仓位 C 继续观望 等待起稳之后再进场 我相信我们给出的这个策略 其实也要根据您的仓位 来做出一定的这样不同的抉择 或者说也有一定程度的这种排序的情况 但是当下我们让几位来说一说 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 如果你仓位重的反弹到什么样的位置上 可能要适当的降低一下自己的仓位 如果说跌破某个位置上 是不是哪怕你清仓的 甚至你空仓的 都不要盲目地去强反弹 先来听听张老师的观点 您的操作的建议是什么 确实 其实现在的策略 应该是跟每个投资者的一个仓位情况 还有个就是说 自己的一个交易风格有关 那么如果说现在仓位很重的 或者接近于满仓的 已经全部被套了 那么个人倒是建议 目前你也就就地卧倒 也不要做任何的动作 那如果有反弹要减吗 那么反弹我倾向于 就是说短线 因为刚才也提到了 那么如果是带量的话 这个地方的反弹 其实它从中线的角度而言 它的高度还是相当乐观的 那么短期有可能 我认为是在主板指数 这一波比如说向上 类似于像创业版一样 碰到20天均线附近的时候 会有一定的这种震荡拉回 那么如果你操作上 自己短线是比较把握得住的 那么个人倾向于在这个位置 你可以适当地做一定的 这种减仓的动作 那么如果说你短期把握度 不是很高的这种投资者 那么我是倾向于你就就地卧倒 那么因为我是认为这一波 它中线的一个高度 应该来说最终还是会越过 3684点 那么这是一个中期的一个观点 那么就算你要走到时候 也会有足够的时间给你走 所以您倾向于 如果这儿能够守得住 然后不会再连续地去创新低 那这个位置上 就接下来就会展开反弹 而且这个反弹的高度 是能够打到前面的那个高点 3684都会打过去 那我认为会过3684 这是当然一个 比较中期的一个观点 那么短期刚才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先看二四日均线 附近的一个压制 那么当然现在 因为整个市场比较复杂 就是说复杂在什么 就是说主板和两小板 它的一个力度也好 那个结构也好并不统一 那么近阶段我们看到的是 两小板的一个相对反弹力度 比主板略强一些 那么所以说有可能 从本周来说 一部分强势的小票 它已经打到了20天均线 那么下周如果说这批个股 不能有效地再放量上攻的话 那么我是认为这批个股 就可以做一定的减仓动作 那么刚才提到的是一些仓位重的 我想再问您这个问题 您刚刚说如果主板 因为您看的相对来说 比较乐观是吧 中期看到3684都有可能打掉 所以建议大家 如果说仓位重的 哪怕中期的目标 这儿不连续的创新低 都可以一直拿着 但是为什么到了创业板这儿 就建议大家说 如果有的个股已经到了20天线 这个已经到了那儿 就赶紧去减减仓吧 如果说没到那儿 下周有可能去碰20天线的 也让大家去减仓 调仓 换股 那您对于创业板就不觉得说 也看的空间比较高 大家是同步的 也可以继续持有吗 这个其实我为什么这么说 因为本身创业板在这里 它一个是先涨起来 它的一个力度要比主板来得大 那么我觉得它也没太强大 它的波动性也比主板来得大 那么其实做一些短期的操作的话 它的可操作性 有可能比主板的个股来得更大 当然其实从中线的角度 我也并不是说 创业板以后不会涨 只是我倾向于 因为近期一直有一个观点 就是说这一轮调完了再起来 那么在起涨的过程中 尤其在主生的过程中 应该来说是主板的权重 它会表现得比两小板来得更优越一点 就是说机会会更大一点 就倾向于未来一段会什么 就是说目前小板是先反弹了 那是因为超跌的过分 它是先做一个修正 修正完了之后 等整个市场 比如说大规模的部队进来 开始放量了 整个市场开始酝酿 一个整个一个中线的波段向上的时候 这个时候有可能两小板 倒反而不是最强的 这个时候我倾向于主板的机会会更大 那些权重 那些市值大的品种 有可能机会更大 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你继续持有两小板 会进入一种 我认为未来一种 就是说你赚的指数不赚钱的这种阶段 所以我倾向于就是说 趁这一波先反弹的时候 你可以做一定的这种小板的 就是说减仓动作 然后做一定的这种调仓换股 那么当然我刚才也说了 这只是针对一些短线操作能力 比较强的投资者 那如果说你没有这种很强的操作能力 那么其实熬过了那一段 赚指数不赚钱的时候 过程之后其实最终两小板也还是会涨起来 那么这个回升 那么最终我觉得创业板指来说 那么中线它还是会回到 就是说去年就是说2850起来的 这一波的那个高点 我认为也是会至少会去接近 只不过它在主生的 就是一个节奏的问题 节奏它会就是说在主板主生的那一段 它有可能两小板的个股 会比较相对压制一些 所以说这个是我认为中线的一个 就是说作为投资者要注意的一个现象 那么作为刚才也提到仓位比较轻的 比如说前期明显受这波下跌影响破位之后 现在仓位很轻的投资者 其实我倒是认为近期在2900点下方 那么应该是一个空头陷阱的一个区域 那么在这下方我是倾向于越跌 越可以做一种加仓布局的动作 那么刚才的策略思路也已经提了 就是说从未来一段来说 那么我是倾向于先布局一些权中类的个股 比要现在直接介入两小板的个股 应该来的这种机会更大 那么这是我对下周的一些 从策略上的情况 至于板块上权重 因为我觉得应该密切的关注是 本周二带领大盘 从2900直接拉回3000点的 那批中字头的一带一路的这个板块 因为当时这个板块效应是相当的强烈 这个板块中的不少个股 都是快速分到涨停之后 带动整个市场的一个回升 所以说这个板块 那么应该是下一阶段 作为投资者来说 应该是重点关注的一个权重板块 好 明白了 这个听完了您的这个观点之后 刚才也提到说 如果真的有大部队进来 那可能我们提前要埋伏的是 大部队会买的品种 那是什么呢 您倾向于不是创业版的这些中小创 而是这个主板当中的 比如说刚才提到一带一路的 中字头的等等 但是其实大家也会发现 最近这种市场 当煤炭钢铁易动的时候 带不起市场的人气 当那一天 本周确实中字头的 一带一路的有过表现 但是光他们表现了不够 因为下午中小创的很多的个股 其实也开始出现了强势的上涨 之后市场的气氛 才会更加的活跃 这个赚钱的效应 才会充分的体现 如果说只是主板东西 开始有这样的一些上涨 能够形成更多的赚钱效应 吸引更多的外边的大部队进来 然后去买这些东西吗 而且在经过这波下跌之后 不仅仅是这些东西跌了 其实中小创很多 原来大家认为说高高在上的东西 其实它现在也跌了很多 也打掉了很多折 所以当然这是有分歧的 当然到底怎么去选 也有人可以等着市场 真的出来的主线 你再选 当然如果你愿意 也可以去提前布局 我们再来听听另外一位 蓝天老师 您的操作的建议是什么 觉得这几个策略当中 怎么去给大家一种排序 就是逢低买路 逐步见差 你是选A的 对 但是总的一个观点 因为我是来辩论的 没人辩论难过 所以我跟张蕾也要辩议 你想辩论点什么 就辩一点东西 就辩什么呢 就是我大的一个策略方面 应该是这样 就是气大 抓小 好 为什么这样讲呢 我们可以来看一看 先看一张 我上增指数的预测图 应该我跟张蕾老师 还是有很多相同的观点 我刚刚跟李廷交流的时候 3555点 李廷还有一点点 就觉得长得到吗 想不到张蕾老师 比我还高100点 3684都要打架了 3684 大家可以看一看 这是上增指数的预测图 那么我们家里人是这样 一旦一个下跌的趋势完成 它起来的就是一波中继反弹 它就是有了黑夜 一定会有白天 都是12小时 不会说这次的黑夜 是5个小时 不会的 它是对等的 既然已经从3684 跌到了2850点左右了 那么接下来就要涨600点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涨600点 并且它基本上100点一个阻力位 也就是说上增指数会很纠结 类似这样看到3000点 这样跌的时间 将来在过年前后就经常碰到 到一个整数点位就搞了 到一个整数点位就搞了 当然中线我是看到355 50点左右 也就是涨600点 跌是700点 涨600点 但是这个时间跨度很长 对不对 时间跨度从我们现在看起来 基本上就是大概两个月的自然日前后 这波行情的时间应该是做到两会的 就这波就两会假如有行情 我们举例子 这波为什么说上增指数比较可怜 它就这么一点点空间 它要管两件事情 就时间又比较长 第一个要管春节的红包 要靠它 第二个两会行情也要靠它 但到时候它可能会做一个延伸 这个延伸就是跟张老师讲的 有可能到3650点 因为这是跌 它也是延伸挖坑的 所以涨的时候它会对等 涨到3550 你们觉得到顶了吗 它又延伸了多涨个100多点 也是有可能的 那么也就是我们讲了上增指数 为什么要弃呢 因为它的空间太小 才600点 就是延伸上涨也750点 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创业版 大家看一看 那就是哇塞的意思了 就是创业版的空间 2000点的行情 就是跌到23点 和上增指数 同一个点到同一个点 同等向上推动 它可以推动到4000点 想一想 一个是600点 一个是2000点 什么概念 就是从我们江安理论的预测角度 就今年从现在开始到6月份 主战场依然在创业版 所以要气大抓小 好 这个观点应该和张老师 有一点点不一样 但是张老师也说了 也不是说小的就完全没戏 是吧 只不说先长大的 然后再长小的 后阶段 后面阶段就看好小的 小的发力的时候 因为我是跟他辩论 你们跟他找茬呀 但是反正听下来 这个蓝天老师的意思就是说 如果现在底部确认了 是吧 接下来就大家都反弹 就看谁的反弹力度更强了 您的意思就是说 小的肯定反弹得更好 因为从空间上来讲的 那我们这个板块方面怎么选 我们一会儿再来听听 他们的观点 稍后回来我们再来听听 另外两位 他们给出大家的建议是什么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看看今天的热点板块 今天虽然涨停的加速不多 但是还是有一些热点板块 能够形成一个板块效应的 煤炭 瓶装能源 浩华能源 薄彩龙 虚拟现实 今天还挺多个股涨停的 像爱施德 利达光电 金刚玻璃 易上展示 还有水晶光电 大家也可以多次发现在 弱势市场当中 总有那么几个板块 或者在弱势的时候 来回形成这种板块效应 虽然它不是持续性 连贯性很久 但是它总归是在弱势当中 你大概能看到的 就这几个板块 不是煤炭 钢铁就是虚拟现实 再有时候可以看到的是军工 另外还有什么充电桩 今天充电桩像核顺电器 科士达还有伊士特 好像这几个板块 是近期的市场当中 相对来说活跃度比较高的品种 我们再来听一听另外两位 他们是给出大家什么样的建议 像这些相对 活跃性比较高的品种 是不是就是大家 如果可以逢低建仓 可以重点关注的品种 周征的建议 首先讲一下这个策略 我觉得ABC的话 还是要根据不同的 投资者的这个仓位 来进行分别不同的选择 那从一个中期的角度上来说 我们觉得如果对于一些轻仓的 那我们觉得现在应该是采取A的这么一个策略 也就是说逢低进场 逐步打好底仓 我们不叫逐步建仓 就是逐步打好底仓 等待市场有一个比较明确的趋势的方向以后 你再择机加仓 那对于就是说满仓或者说是有杠杆的投资者 那我们觉得你逢反弹 还是要把仓位适当地降一下 比方说你降到八成或者是降到七成 因为我们觉得在目前整个市场的这种环境当中 影响市场的因素 或者说是不确定因素 还是比较的复杂 所以为了防止之后 比方说类似出现黑天鹅的这么一个事件 所以你还是要手里要留有一些资金 那对于现在可能仓位比较重 但还没有满仓的 那我们觉得你就继续观望 等待市场气温以后 你再考虑是不是要换品种换热点 或者说是不是要考虑再去满仓的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说这三个选项的不同的策略 我觉得是针对于不同的这么一个仓位 那对于这个热点的这么一个板块的话 其实我们看到目前整个市场 其实它的板块的连续性的这种上涨的 这种效应是比较的弱的 而更多的都是以一些个股为代表的 一些连续性的一个上涨 那其实我们知道在之前的一轮股灾当中 出现了特例A这么一支腰股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我们其实最近注意到 在这一轮股灾的到目前运行到目前为止的话 其实也出现了一个腰股 就是中意达 我们这里不是做推荐 只是给大家做一个盘面上的这么一个列举 中意达其实大家可以去复盘的时候看一下 它已经从底部连续七个涨停板的 这么一种走势 它的这种腰股的表现和当初特例A 是有这个相趋同的这么一个方向 那我们觉得为什么要把这个股票拿出来 也就是说有了这些腰股的这么一个产生 可能会使得市场对于未来的整个的反弹 或者说是对于参与反弹的这种风险偏好 就会有所提升 并且除了这一支股票以外 其实还有一些相关的个股 从底部起来也已经有30%到50%的 这么一个反弹的这种幅度 而且是可以出现连续的这么一个反弹 那这种反弹的这种走势和市场之前的 这种下跌过程当中 往往是一日游的这种行情来说 就是有一个不同 但是现在目前为止 还没有从一个有点到面的这么一个过程 而更多的只是集中在一些个案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短期我们觉得 大家可以去关注在春节前 一个是关注一下年报的这么相关的行情 因为从现在开始 陆陆续续就会有些上市公司披露联报 在年报的过程当中 可能会有一些超预期的这么一些消息 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知道 春节前有大量的地方性的两会要召开 那在地方的两会召开过程当中 可以去关注一下 各个地方政府对于未来十三五期间 他们所需要去投入的重点的行业 比如说像上海和北京这两个城市 他们聚焦有两个共同的行业 一个是集成电路 一个是新能源汽车 那这些行业 我们觉得会在未来比较长的周期里面 会受到整个政府方面的这么一个支持 那另外一点的话 我们觉得现在还有一个涨价的概念 是可以去跟踪一下 好 谢谢周中的分析 我们稍后回来再来听一听王正浩 他的观点是什么 好 欢迎回来 我们先来抽奖 可以抽取一位幸运观众 获得由非科智能电器 为您提供的扫地机 我们请大部分滚动起来 看看是哪位幸运观众 好 请 好 恭喜尾号060的观众朋友们 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尽快和您取得联系 好 先来看一下 今天市场的资金流向情况 今天还是有流入板块的 流入比较多的是煤炭 煤炭石油净流入了3.35亿 电子信息是2.9亿 计算机2.4亿 通信是1.98亿 建材是1.31亿 相对来说 今天流出比较多的是医药板块 而且你看 医药板块流出的幅度 要超过其他的几个板块 医药净流出了5个亿 交通工具 交通设施 农林牧鱼 还有电力 是排在后面的几个板块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听听 王正浩的观点 你给大家建议什么短期 能够关注什么样的品种吗 好的 那么首先我觉得中线应该说 还没有到布局的一个时间点 那么我还是比较保守一点 所以说我在策略当中选择 还是分反弹减仓 分反弹降低仓位 那么目前仅是一个 30分钟级别的一个企稳 现在在30分钟级别上 看到的是个双底 那么但是也不一定是双底 有可能是三重底 四重底 这种都是有可能的 然后在日线级别当中 其实双底不是非常明显 两个间隔太小了 所以说仅仅是个企稳 那么在企稳当中看反弹 我是想说 那么反弹 既然是反弹 反弹的话就应该是反弹减仓 而且是3200点的日线级别 反弹的压力 我觉得还是比较大的 另外一点反弹是一个普涨性的 最起码反弹刚开始 都是普涨性的 那么只有到了反弹的后半段 那么才会有一定的一个分化 那么所以说现在的一个市场结构 我觉得就是一个反弹 或者说反弹刚开始 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对 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跌太快了 所有的股票都跌太快了 所以说所有的股票都应该有反弹 那么但是因为市场找不到一个主流的品种的话 所以说是今天涨你的 明天涨我的 包括即便是在一个板块当中 也是今天涨你的 明天涨我的 这样的就像前面周震讲的 看看好像还是这几个行业板块 但是股票全部一样 全部换了 每天都在换 那么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大家一起反弹的一个结果 那么所以说3000点我觉得是能够到的 反弹了3000点就到 3000点在上方 3000到3200这个地方 这个压力就比较大了 那么个股会出现风化了 如果这个阶段出现一个 比较明确吸引人气的 这样的反弹龙头的话 那么再可以去考虑市场有否 有转势的可能 转势的可能 因为如果说像现在这样 就是只站稳3000点 还是3200点有转势的可能性 3000点到3200点这一段 如果说出现龙头的话 那么才可以看是否有转势的一个可能 3000点是及格线 如果3000点都没有到的话 不用考虑反弹的 3000点是60分 是吗 到了3200点就80分了 对 3000点都到不了的话 这次反正3000点都到不了的话 可能还有新低 就起码可能还会看到新低 那么这个是及格线 那么过了3200的时候 再来看有没有反转的一种可能性 好 就是在你看来 如果说哪怕中线布局的 过了3200再布局也来得及